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节课介绍了 循环在程度中的游泳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 实现循环的几种方式中的一种 那这节课我们来介绍怪物语句 来实现循环的写法 好吧 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代码 来我们用编机编一下 还记得妹子还记得前面都学过一辅语句吧 那个当录分支 对不对 那一辅语句呢 是如果这里边写的是一个条件 对不对 如果条件是真的时候 没错了 那这里边的语句 是不是就会执行了 是这样的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有的说这跟外国什么关系 咱一会儿再看 好吧 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里边是test.prp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里边条件成立就执行了 对吧 那这个执行几次 执行几次 执行一次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效果是不是一次 那如果想这行输出 对吧 输出咱就别用文字了 咱这块说 嗯 妹子 真 漂亮 这条我就是对不对 那妹子漂亮 妹子喜欢别人说的漂亮 对吧 那说一次不行 你得说多次 是不是这样 这话呢 用一副语句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 他就成立是不是一次 对不对 那有的说 那如果我想说出十次来 怎么办呢 是不是多次是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也是什么 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天 妹子变老了 妹子不漂亮了 对吧 但是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不用笑 肯定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改成妹子不怎么漂亮 对吧 那我们需要 是不是每个代码都改 对吧 所以我们程序呢 不应该这么些 同样的过程 让它一循环指定就行了 对不对 那怎么样的循环呢 比如说 如果所有人不停的说 妹子真漂亮 对不对 那我只要把这块 一副语句 给成白了 只换了一下关键字 看到了吧 一副语句是条件成立执行一次 而while 这个怎么的 也跟一副语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一副的w分支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如果条件成立 就会一直执行 是循环的执行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循环的执行 可不可以呢 如果我刷新一下 大家想想会怎么样 条件我写的是TRUE 对吧 是真的条件 那他就会一直执行 从来没有停的 那种可能性 那像这样的程序 如果执行的话 会将我们系统资源耗尽 是一个这种 在咱们专业的教法 叫做四循环 对吧 一定要避免 你的程序中出现四循环 因为一旦出现四循环 打大 系统资源被耗尽 就是什么 这是完全要杜绝的一件事情 这是新手写成立的时候 经常犯的一个问题 会把你的项目弄死掉 我看 但是咱们现在做实验 咱也得做好心理准备 看一下 我现在小心一下 看吧 我现在程序 你看我那个焦点 它一直动 下面的一直等待 说明什么 说明有成立 现在一直在执行 现在我的硬盘在狂钻 GPU在狂动 停止当天的 看到了吗 所以这话是可以一直执行的 但是现在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死循环了 对不对 所以说循环一定要有一个退出的条件 叫什么 那退出循环的条件 通常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技术循环 什么叫技术循环呢 比如说 你约妹子 你就想约一百次把妹子搞定 对吧 所以你约一次 记一次 约一次 对不对 那到一百次的时候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怎么的 你都不约了 对吧 那你就约一次 就记一次 这个技术 到一百次的时候 等于一百次的时候 就开始停止这件事 对不对 或者像他们打游戏的似的 要一个怪物 去走一百步 对吧 然后他停止 他就会走一步 查一下 走一步 走一步查一下 这样到一百步停止 这叫技术循环 你给他规定循环多少次 明白的意思吧 但是外部循环 不适合写技术循环 后边咱们会写风循环 对吧 那外部循环 适合什么循环呢 咱说了 这么多循环 不像一副语 就是分支那样 是按照什么需求 用到这个了 就得用哪种分支 对不对 而外部循环 就是一个循环 你可以用外部写 也可以用风险 是这样意思吧 对吧 那外部最适合的 就是写什么 条件性循环 对吧 比如说 你约位子 对不对 原来咱规定了 是约一百次 成功失败 都是靠地 都得一百次 对不对 那就约一次 查一次 计数 那条件性什么呢 对吧 约到成功为止 对吧 妹子答应你了 最后有个结果 那时候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停止了 对吧 那妹子拒绝你 这个事 也应该停止 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叫条件性 对吧 还比如说 做游戏 刚才说了 技术循环 是让一个精灵 走一百步 对不对 然后停止 走一步 差一步 但是调定循环 比如说他遇到障碍路了 是不是就还停了 对吧 那这个次数是不确定的 根据什么情况来决定它停止的 那外部循环最适合写这个 而特别在P2P里边才适合写这个 在别的语言又外部的少 又不喜欢的剧多 是什么 那既然才适合调定循环 那就是说 那高老师给我们举一个条件循环能力 对不对 暂时还举不了 因为现在咱们处理不了什么条件 因为咱是刚开始学语言的语法 但是后期在咱们做例子的时候 我会经常用调定循环 也就是在P2P里边 和别的原型比 调定循环比复循环的剧多 也就是比如说 你学家务神 或者是西同学 复循环占80% 外部循环占20% 对不对 但是学P2P呢 外部循环有可能占80% 复循环占20% 所以后边调定循环的例子 但是先知道 那咱说了 咱还想模拟循环 还不想得死循环 对吧 那咱们现在用WELL 来模拟技术 来做这个事情 对吧 咱说循环一定要退出条件 那反正是临时说一个退出条件 如果不想得循环 里边加一个什么 BREAK BREAK 看到了吗 加个BREAK 那它就退出循环了 条件成立直行 对不对 BREAK 是不是退出循环了 那这么写法 跟你写一复语就是一个道理 你看我这块 刷新一下 这不是一条鱼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两次三次 那就是技术 对吧 再提示大家一个问题 WELL循环不是做技术循环用的 知道吗 技术循环用不循环 但能刚开始学WELL 对不对 得看出来它循环的效果 所以能模拟技术 OK 那我们在这画 生命一个什么 WI等于丁 OK 然后我们在这画 看一下 W加加 看到了吗 W加加 这样的话 你看 如果是循环的话 如果是循环的话 里边代码执行一次 怎么的 是不是就加了一次 累加了一次 I加在那前面9个吧 对 那循环一次I变成1 再次循环I变成2 再次循环变成3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再有100次循环 我只要在这后判断一下 如果WI大于100的时候 我就让它配BR 也可以break 对吧 比如大于等100吧 或者就直接等100都行 对吧 大于等100的时候 就让它brick 那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循环一次 累加一次 第一次是0 加的变成1 加的 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代码 上来 条件成立 是先执行妹子 是漂亮 然后I现在是解 是0了 0完之break 是不是就退出了 然后I加加 I就变成1了 然后再回过来 判断条件 条件是不是出 还是成立了 然后再执行妹子 真漂亮 1 是不是不大于100 也不略 对不对 直到执行到100次的时候 I等100的时候 是不是大于等 又等100次 不略 是不是退出了 继续转结束 我们这块 想看到标号 每次I是不是加的 WI放在这可以吧 这样的话 就可以有从0到99的一个标识了 对不对 我们这回来运行一下 你看 同段代码 是不是就能按照 我们指定的次数执行 这里边 一共执行 0到100 因为大于等100 是再去除 这个100 是等100的时候 后边才不执行的 那么看结果 最后那条 是不是到100的时候 对吧 才结束了 这就是 外耳循环的 一个结果的写法 但是 咱们说了 现在是条件循环 UI 我告诉你 但现在是不是 用技术循环 去解 对吧 那用技术循环 去解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直接写条件 不太合适 怎么了呢 我现在也不回 看我这么心口味 当然 大陆白一家家 可以在这儿 对不对 前面我跟大家说过 外物循环 和义父语句 是不是一样了 对吧 那义父语句 是不是条件 直接写在这儿 那如果 我在这儿 如果 大陆白 小于 或者等于 100的时候 我就执行 位子真漂亮 不行吗 是不可以啊 可以在这儿 写I小一等 100的时候 执行天赛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比刚才 再简洁一些了 那这样 I等于零 零小不小于 100 小于吧 执行 I加加 变成1 然后再回过来 判断 一小不小于吧 小于 那是不是 又执行一下 对不对 直到I等 101的时候 这个条件成立吗 不成立 不成立 就不执行 这里边代码了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 怎么办 可以跟刚才写法一样 这就是我们要 给大家介绍的 观察和循环 看一下结果 跟刚才怎么办 效果是一模一样 对吧 而且这种写法 还要简单 所以 很少 直接在这里边 直接放真的条件 而是放一个表达式 做一个 判断 OK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循环结构外奥语字的语法 大家在后边也会经常用的一种语法 所以一定要学会 但是现在稍微了解就可以 对吧 后边经常用一定会会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